近日中国女排奥运止步四强 得了第五名 实力使然 本以为结果不错 队员理应满足 然而整场比赛终止那一刻 多数队员以泪洗面 透着不甘心啊 尤其是核心理盈盈 不仅没有掉泪 眼圈都没红过 独自冷眼扫视四周 面如死灰 理盈盈他们为什么不甘 就算打败了土耳其 还能打过意大利 老四比老五好多少 上不了台得不了牌 一切皆是枉然 有什么好可惜的 但他们可不这样想 李盈盈赛后接受采访 出人意料公开表态 不一定参加下届奥运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不是断章取义 不是危言耸听 不是采访记者问的问题 他主动挑明的 随后来了冠军来了节目 还是面如死灰 忧郁的表情自始至终 他谈的最多是自己的伤病 谁造成的 主教练也在场 除了他还有谁 全部比赛不安排替补 一分钟不换下 这些年下来伤痕累累 从他回国休假 爬山写的微博来看 他并没有扭转心情 话里话外意味深长 笔者认为 他在场上大杀四方 越到关键时刻 方显英雄本色 他有一颗 常人不具备的大心脏 种种迹象 女排姑娘不想要铜牌 也瞧不起银牌 她们的坚定愿望 是站上最高领奖台 奥运会四年一次 运动生涯有几个四年 对七仙女来说 巴黎奥运就是最后一次机会 朱婷加盟就是助推器 抱住她们的大腿 自身在加把劲 脖子上套上金牌 绝非吃人说梦 中国女排中 只有李盈盈最不甘心 到现在她还不能释怀 日本的骨贺 可以自由宣布退役 金眼景明知缺了她 韩国女排立即降三档 仍毫不犹豫 官宣退出国家队 李盈盈可以如法炮制吗 不行 因为她退了 中国女排立马下降三档 下个周期 朱婷 张长宁 铁定退出国家队 龚翔宇 刁林宇 王梦杰 即使雄心在 奈何年岁不饶人 志望不上了 而年轻队员接不上班 实力断层是下滑 如果主教练还是蔡斌 那么新的七仙女 仍然累死累活 迎求了主教练来接受采访 输求了就是李盈盈去背锅 还有李盈盈 能去去国外俱乐部打球吗 想的美 你走了 中国女排世界倒数最后一名 所以谁敢放 所以李盈盈还要累死累活 一拖六 李盈盈是人 不是神 每天那么辛苦 还拿不到成绩 功劳又不是你的 谁受得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